之前Apple公佈了One more thing 之後 大家都很期待M1晶片的表現 同一時間 連頭買完MacBook的朋友都叫救命 因為13吋M1 MacBook Pro 一出就帶受好評 現在新機就在我們手上 想知道他們最新價錢 就記得去Price連結 看他們最新報價情況 那麼有話題性 除了是因為M1晶片所做到的旗艦效能表現 再加上一個相對親民的價位 就是9999元 雙劍合璧 令到大家相當有驚喜 不過我們買一部電腦的時候 還有很多考慮因素 例如程式兼容度 圖像處理器的能力 又或者Intel過到M1的時候 用家需要給多少耐性呢 我們同場加映一部私火野 就是2019年15.4吋 i7 MacBook Pro 讓大家對比參考一下 大家再看看規格表 我們先開始測試 第一個先用Cinebench R23去測試兩部新舊MacBook Pro 結果都是全新的MacBook Pro有比較好的得分 Single Core有35%的提升 而Multi Core有30%的提升 看回它的Ranking 都是跑不贏16吋MacBook Pro Intel Core i9-9880H的處理器 但數字上就有很明顯的進步 接著試試用Black Magic Design做SSD速度測試 結果顯示 M1的讀取速度是2805.6Mbps 提升21% 寫入速度是2226.6Mbps 提升76% 再同大家跑上Geekbench 5 結果發現 處理器Single Core和Multi Core運算方面 全新的M1 MacBook Pro分別獲得1732分和7677分 而2019年版本的MacBook Pro只有1045和5355分 全新的MacBook Pro在兩方面的得分都比2019年版本高出39和30% 我們再試實際表現 日常生活和普通文書工作 M1都夠用 不過買得9999元 規格上都會有些限制 所以主要跟大家試試剪片執照 給一些經常要做Multi Media內容的朋友參考一下 我們用最新版本Final Cut Pro X 去RAM長11分半 4K的影片 雖然M1的時間比較長 但以沒有獨立的Display Card和8GB RAM來說 差距真的不算很多 然後再用Lightroom Export20張RAW檔 兩者的差距更加接近 電量表現又怎樣 我們用Wi-Fi用Croom開Netflix 體圖學威龍 片長1小時40分鐘 再上網就用了1共2小時 兩部機都在100%滿電的情況下 螢幕都是攪到最光 要留意15.42吋的MacBook Pro已經用超過一年 所以電池點都會有所消耗 這個電池Test只是給大家做多一個參考 我們再試用兩部MacBook Pro播放8K的影片 結果發現全新MacBook Pro 可以由頭至尾順暢地播放整條影片 而舊那部就全程疾著播放 你就會見到全新MacBook Pro 在處理影像上都真的幾出色 而圖像處理方面都很好 另一樣要講的就是 新機在App上面的兼用程度 之前Apple說過 Mac從Intel處理器轉移到自家晶片 預計整個過渡過程要花兩年時間 Apple在M1架構的Mac入面 加入Rosetta 2 是MacOS Big Sur內置模擬器 比用ARM架構的Mac機 可以運行夠Intel應用程序 而在Rosetta 2的環境下 剛才都提過的跑分和實際表現都令人幾滿意 而在試的過程中 我安裝了Photoshop、Premiere Pro、Lightroom、Croom等等 常用的App都安裝到 不過安裝的時候 就要提醒你這個是Intel版本 而Adobe早前也宣布了 支援Apple Silicon Beta版的Photoshop 但還未完整 目前還會出錯或不流暢的情況出現 不知道Adobe何時才會推出更加成熟版本 不少人都認為 推出Apple自家晶片是Steve Jobs的位置 現在都終於實現了 Apple最新的MacBook Pro 9999這個價錢比之前便宜了不少 而且即使在Rosetta 2的環境底下 在各個測試和表現都令人相當有驚喜 我自己就覺得會令到用家更加有信心去面對 尤其是在Office和Adobe兼用上面 Intel轉去M1這個過渡期 只要大家給點耐性等多等 這部第一款的M1MacBook Pro 都非常適合Content Creator入手 而ARM-based的Apple Silicon M1的出現 相信會令打後的Apple Product有更加之大靈活度 好似機種研發 使用體驗理應都會更加之好 同一時間Apple拿了晶片自己去做 成本如無意外都可以降低 相信對消費者來說是最好的消息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Apple都確認了M1處理器 只是其中一款ARM架構處理器的設計 去應對之後的Mac 所以我估計未來會有更多高階Product 會配置全新處理器 可能是M2、M3、M1Z、M1X都不定 還有消息指出Apple有機會會推出GPU設計 做自家獨立顯示卡 如果是真的話 可能會用在效能規格更加強勁的MacBook Pro 又或者新款的iMac或者Mac Pro上面 最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和大家分享 就是Price聖誕狂想曲網購優惠已經開始了 Price網購在10月11日早上10點開始 有一個一日限定優惠 買滿700元和1600元以上 入這兩個優惠碼就可以立即減最多200元 而明天12點半還會有這幾隻產品開賣 記得用完曲就可以節上節省更多了 你還有什麼Apple product想我們試呢 記得留言講下 我們會盡力回覆你 我們很快就會有新片和大家見面 所以記得訂閱Price YouTube Channel 再按隔隔鐘啦